欢迎回到一起看世界 乌克兰遭到了俄国的全面攻击 产生了庞大的难民潮 离后国估计 至少有上百万的乌克兰人 已经逃到了西边跟南边的邻国 甚至有人跑到了北边的白俄罗斯 还有几十万人滞留在乌克兰边界 等待离境 离开家乡的乌克兰人 大部分是妇女 孩童 还有老人家 因为乌克兰政府禁止 18到60岁的男性离境 他们在风雪当中 徒步逃离战火的身影 令全世界相当的震撼 也相当的同情 欧盟打开大门 承诺收容所有的乌克兰难民 同时也有在其他欧洲国家工作的乌克兰人 赶回乌克兰跟家人团聚 或是参加战斗 要与乌克兰共存亡 乌克兰西部城市利维夫的火车站 挤满了人 大家在零度的气温下 苦等下一班开往波兰的火车 车站的广播突然说 第五月台有车进站 大家争相前往 还有人跨越铁轨 民众宣泄不满 这名妇女带着幼儿 很多人都有小小孩随行 车站里一团乱 不时有人推挤 有人争吵 警察只准妇孺进站 轻壮男性一律不准出境 警察在楼梯上方 帮妇女开路提行李 儿童也像行李一样 一把抓住外套就往上拎 有些孩子让混乱的场面 给吓哭了 大人情绪也崩溃 乌克兰各地都有民众 往利维夫集中 南部城市地涅伯罗的火车站 也起爆 大家担心南部的战事扩大 都想赶快离开 有些人准备直接出国 打算留在利维夫的人 也觉得很彷徨 因为人生地不熟 利维夫的巴士转运站 上演一幕幕难分难舍的情景 33岁的毕罗迪跟妻子 还有两岁的女儿吻别 忍不住留下了男儿泪 家族里三代的女性成员 逃离基辅 从利维夫出境 到波兰避难 毕罗迪则跟父亲留下 乌克兰西边跟南边的邻国 波兰 斯洛伐克 匈牙利 罗马尼亚 摩尔多瓦 都有乌克兰难民涌入 这位80岁的老奶奶 尿不过外孙女的请求 也跟着前往匈牙利 老奶奶担心 这次战争会像二战一样 所有人不是探难 就是参战 家乡的农典只能放着方非 即使再艰难 老若妇也要设法离开 因为情势完全无法预测 几十万人还等着出境 有人却从波兰回到乌克兰 要跟国家共存亡 其中包括了这群卡车司机 中壮年丢下工作回国参战 年轻人更是不能落后 决定回到乌克兰的还有女性 因为孩子跟家人都在国内 波兰边界城市普勒梅西尔的火车站 也有人搭车往东 要回乌克兰 联合国估计 联合国估计逃离乌克兰的人 已经有百万 以这个增加速度看 势必形成本世纪欧洲最大的难民危机 联合国难民总署等国际组织 还有欧洲各国都已经动起来 要让乌克兰难民暂时有个欺身之所 惊喜好 帮助国估计逃离乌克兰的困难民旅